嗨 大家好 我这边时间已经是晚上傍晚七点钟了 已经是傍晚七点钟 我的头像看的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墙是很清楚 因为被夕阳给照到了 今天早上我一看新闻 说台湾叫邦交国又少了一个 那个国家叫所罗门群岛 我不知道那国家叫所罗门群岛 还是叫所罗门国 我不知道 后来我上维基百科一搜 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所罗门 我以为是个国王了呢 因为我看圣经上面好像会提到所罗门 结果我一看是个国家 我一想这国家在哪啊 地球上什么地方啊 一搜 我的天 在东南亚的东南亚 大概这都已经快到澳洲了 我一看 但是那国家不是白人国家 不是像澳洲新西兰呢 它那个是东南亚那边的 那边的人种 后来我一看也不行 我说这个国家 服了 跟台湾建交36年 然后呢 后来我一看又 这又是啥原因呢 又被共产党给挖去了嘛 我跟你讲啊 就共产党台湾跟那个中国大陆 他们那个邦交国啊 实际上都是花钱买的 都是花钱买的 台湾的观众 有人说 有一些个台湾观众说 哎 共产党又花钱 台湾买的邦交国是对的 实际上台湾的邦交国也是花钱买的 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两边嘛 它中国跟台湾两边 属于就跟菜市场交价的呢 不不不叫菜市场交价 属于拍卖 谁交价高 那个那个女的就跟你睡 大概就是这意思 就是只要你交价一高啊 只要你这个 比如说台湾叫价高 那国家就跟台湾现交 如果呢 中国叫价高 那他就跟中国睡 基本上就是这路子 所以啊 你说吧 这台湾断交了 断交的蛮好了 我觉得蛮好 省得花钱 对不对 你把这些外交的钱 花在小老百姓身上 老百姓的医疗 老百姓的教育 把这些钱花在 哪怕是给小学生买书包 都值啊 也也比这个 给这帮那些外外交国 没什么用 我说实在的 台湾这些外交国 都没什么用 台湾只需要跟两个国家 搞火关起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日本 别的国家不需要 跟你需要啥 哪儿挺的啊 我记得去年还有什么 红楼拉斯 还是什么多米尼加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后来 后来因为一断交了 我才一收 我才知道这国家在哪儿 要是国家干嘛 你跟我 我全部断交 跟你玩个屁 我挺的 我的钱不花了 花什么花 你共产党想要 你全部要去 对不对 你共产党你不有钱吗 你有钱你花呗 你请人家请呗 所以说 都不要慌啊 尤其是有一些台湾同胞 感觉说这个 不是慌 台湾有一些同胞 我看那个 他的那个评论啊 他说那个 中国又当冤大头了 中国又那个当接盘侠了 什么 我看着 我看着 我的一些许多台湾观众啊 他们也不觉得 也不伤心 他们觉得蛮好了 没了就没了呗 省花钱了 这个思维非常好 这个想法非常好 他就应该是这想法 对不对 跟我 你共产党 要邦交国全部给你 我不需要 我需要这些干嘛 这些东西根本没什么用 好了 拜拜